HELLO 大家好久不見 我真的很久沒有更新影片了 因為今年2020年一開始就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導致我也沒有辦法去很多地方玩 因為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拍 出去玩的VLOG 所以... 這是原因之一啦 為什麼我都沒有在更新影片呢? 是因為我最近在忙一件事情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身後 對... 長得不一樣 那是因為我最近就是在忙 本家已經搬完了 也住了一陣子了 至於我為什麼會搬出來住呢? 人生有很多計畫嘛 那... 一個人搬出來住算是... 快大步 以後想要拍攝一些作品 可能有自己的空間會比較好發揮 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新家長什麼樣子 廢話不多說 現在就帶大家來看一下吧 首先呢就是要先介紹我家的門啦 我是蠻喜歡我家的門啦 因為看起來很有質感 很厲害 我家的地墊是三隻狐狸 這個很可愛 這個是在... 特立屋買到的 在我的左手邊呢就是... 廚房 很乾淨 因為我根本就還沒有下廚過 可是未來... 我應該會嘗試拍攝一些... 煮東西的影片 就在這邊 再往前走 洗衣機 音箱 然後它上面這邊呢 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這些都可以讓我放一些... 我想要放的東西 譬如說我回來安全帽就丟這 鑰匙就丟這 什麼... 雜七雜八都丟這裡 這邊目前的規劃就是... 要出門需要攜帶的東西就先放在這邊 這樣子我出門呢就會比較方便 那麼門一進來的右手邊呢就是浴室 給大家看一下 浴室是滿小間的 這邊有暖風乾燥機 它的控制台是在這邊 這個是上次我去韓國影片 瘋狂買買起來的東西 鯊魚超可愛的 我就把它貼在這裡了 然後也有免治馬桶 乾絲分離 因為我的廁所空間非常的小 所以我去買了一個小小的洗衣袋 很可愛吧 這個是在Mini Soul買的 它現在是跟Marvel有聯名 有一個功能我想跟大家說 我一開始也很驚訝 我的廁所啊 它有自動的感應照明系統 就算呢 我晚上要去上廁所不開燈 我進去它會自己亮 YA 再來就是我的餐桌區 餐桌呢 它本來是靠在這個牆這邊 這樣延伸出來的 然後呢 我就想到我把餐桌往裡面推 這邊的空間就變得好大 蠻舒服的 餐桌的後面呢 有一個擺放我的展示品的櫃子 現在還很空 未來可能就會把它放的滿滿滿 那至於現在餐桌變什麼樣子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看起來就是不會在這邊吃飯 我吃飯一定會在客廳的矮桌吃 因為那邊比較有情調 客廳的部分 我是覺得客廳看起來很漂亮啦 藍色地毯啊 兩個矮桌 還有它的沙發 這些呢 都是在IKEA買的 未來墻壁上面可能也可以做一些布置 讓我拍攝起來的背景就會變得更漂亮 我的電視櫃呢 除了有電視本人以外啊 我自己又買了音響 然後一定要的是PS4 然後在上面呢 也有很多的櫃子 可以擺放我想放的東西 那邊呢 都有放不同的展示品 可以擺放一些我喜歡的公仔啊 這一櫃 這一櫃就是 手工DIY櫃 這些都還沒有組裝 都還沒有組 沒空 這個是我在日本迪士尼買的爆米花筒 很可愛 就擺在這邊放 客廳呢 再往後呢 就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睡覺的窗 那床的後面呢 就是我的衣櫃 我想跟大家介紹的是這一邊 那這一邊呢 就是掛一些衣服 搬進來前啊 這個櫃子 就是有一個角落在這邊 我自己呢 去安裝了一個插座在裡面 我的防潮箱就可以放在這邊 然後裡面就放了一些我拍攝的器材 我櫃子這邊呢 掛著一些值得紀念的東西 我以前大學 參加籃球隊比賽用的比賽翼 全部都掛在這裡了 在我床的旁邊呢 其實外面就是陽台了 現在因為是晚上 我拍了也看不到 那我就有空再跟大家介紹吧 那麼我的新家呢 大致上就是長這個樣子 沒有很大 實際的坪數大概才11坪 但是我覺得啊 一個人住 住這樣子 我覺得也是蠻溫馨的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那下次見 掰掰